好,这儿呢,今天我发现这儿有个邪道,就是这个地方,我们好多场战斗都可以不用打,可以直接跳过去 首先我们要升级这个三段跳和这个空中骗术师风格的这个,这个闪避 就是这个瞬移的这个技能,这可以把人物往上抬一劲 如果你魔化之后呢,就可以再往上多抬一劲,然后到这里,我们先要跳到上面那个台子上,这里用一个挑空 为什么,因为你NA的话就会出这个对话,你跳不起来 所以我们这儿就要用挑空,挑空完再跳一下,就可以踩在这儿一个台子上 对,这里有个台子,对,踩一下,然后再二段跳,就可以到左边了 对,然后上到这上的第一个台子,进去之后把这第一个先打 这解了第一个了,这样前面那些战斗就全都跳掉了,都不需要打了 对,然后第二个呢,怎么上呢,这就稍微麻烦那么一点,这需要魔化 什么搞呢,就先魔化,然后闪避,再闪避,然后按住跳 好,就行了,这样就第二个就上来了 上到第二个上面之后呢,先把这个,要打一场战斗 不要看我变身啊,但是,其实到这儿是不能变身的 好,这样就打到第二个 对,打到第二个之后呢,如果没有魔的话,可以进去补一波 对,这就能补了,对,然后呢,往回走 因为这边这个地方是拦住的,就这里,所以我们需要从这儿再往上跳 瞬移,瞬移,三段跳,然后飞,就上来了 好,再打到这个,就完事儿了 然后这一关呢,咱们就过了 是不是很快呢 这就直接见那个boss去了 oh,这个是遇见 男孩儿,这带我回来 来,来吧 来吧,来吧 好,对 自己转发了 对